這個肉吃起來有讓我覺得肉口很帥 它的肉龜味真的很冷 還蠻好吃的 嗨大家我是波妞 今天要來開箱7-7的精華系列 然後還有一個最夯的肉快捲 還沒有訂閱我的 要記得幫我按一下訂閱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 你就可以把我的影片收藏起來 下次就可以拿出來看 不會忘記囉 我們趕快來吃吧 黑松露白醬鮭魚 這個要59塊 其實藥價也不平 嗯... 59塊不是跟昨天的一樣嗎? 對啊 跟它那個奢華海鮮丼一樣 這看起來蠻奢華的 對 喔 它包的好特別喔 好像內褲吧 濕口 跪在那個松露吧 義大利黑松露 你把它挖開來看看 我們家鄉就吃了 聞起來它這個白醬跟鮭魚感覺是還不錯 它還有咕咕欸 真的喔 嗯 有吃到鮭魚嗎? 嗯 它的那個蘑菇醬的味道 還蠻明顯的 鮭魚的味道也不錯 那個白醬的味道很香 但我覺得它就是分量少了點 因為它的飯糰這樣子 其實白飯的比例佔有點太多了 你要吃到很中心 你才會覺得它鮭魚白醬是好吃的 對 它白飯真的比例太多了 那這道美味度你會給幾分? 這道的話美味度我給它3點 2分 吃筆子的話我覺得它有點太貴了 2點8分 下一道 雙醬和牛飯糰 這一款看起來超牛的喔 這個燒肉看起來很香耶 可是它也要59塊 那我蠻期待這一款 和牛聽起來就很厲害 雙醬和牛 我們來看看 你看看你看看 這個料比剛剛簡直 多的不要不要的 很香耶 它有那種燒肉飯的味道 怎麼樣 裡面有包東西嗎? 有 裡面是包肉嗎? 不是 包醬喔? 嗯 看到沒有 裡面是包那種 凍飯上面的那種洋蔥 喔 洋蔥喔 那還不錯耶 裡面是包洋蔥 它吃起來的話滿有燒肉的感覺 可是它的肉好軟喔 是因為它用和牛嗎? 我覺得它的肉吃起來就是 有讓我覺得入口即化耶 真的嗎? 嗯 很完美的跟飯是融入在一起的 然後配上它那個甜洋蔥 這道很下飯 好好吃喔 我覺得它超好吃的 這個真的很好吃耶 肉是不是入口即化啊? 嗯 因為上一款我們吃了飯糰 它的白飯也比較重 它用洋蔥來補足這個缺點 就是它洋蔥裡面有醬汁 可以讓旁邊的白飯都有味道 嗯 那今天的美味度你會給幾分? 那我完全大眾我的愛 4.3分 喔喔喔喔喔 CP值的話它這樣59塊當然也不便宜 可是我覺得它的肉真的算是品質還不錯 3.8分 下一道 鮮蝦奶油起司通心粉 這個加熱起來感覺很好吃 因為它裡面鋪了很多很多的那個起司 然後它是有好幾隻蝦 我這樣子看就有四隻蝦 但好像也只有四隻 還可以吧 還可以而已喔 這款吃起來可能是因為我覺得是因為通心粉 我沒有吃的那麼習慣的關係 還要讓你咀嚼的感覺多了很多 但是它整個調味跟那個整個醬料跟起司味是很夠的 只是說就是要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 口感上比較沒有這麼的滑順 那這道美味度你要給幾分? 這道的美味度的話我覺得就稍嫌普通 3.6分 CP10的話它109塊 3.2分 下道 肉燥排骨分 這之前就有了是不是? 對 你看看這個排骨 這麼大一個 你看看它多少錢 109喔? 沒有 這款99 這款呢Seven之前其實就有了 然後這款是我在Seven 我去Seven消費的時候買晚餐 如果有看到我一定會買的一塊 它的排骨給的很大一塊 超大塊的啦 吃吃看看跟之前的有沒有不一樣 跟之前一樣嗎? 一樣就是這個味道 99塊的便當你覺得有贏過外面的便當嗎? 我覺得這款有 而且這款的份量是 我吃完的當下是會覺得有飽的 但後面我可能還是餓得比較快 那我比較會吃 可是在吃完的當下 我覺得這個份量是讓我覺得就是 還滿足夠的會飽的 我記得以前它的配菜比較普通 比較一般般 不過我今天吃它的配菜 我覺得有比之前進步一點 還不錯 那這道美味度你要給幾分? 這道的美味度的話 我會給它4.8分 這道2分 因為這個我真的很喜歡 這個是我私心最愛的 吃皮質的話我會給它4.5分 因為現在很多便當都很貴 我覺得這樣子的量跟這樣子的吃 在便利商店讚好 下面會 下哟 明太子帕達諾起司燉飯 又是起司燉飯 對 剛剛是起司燉心粉 現在是起司燉飯 它這次不知道是現在太可憐了 這款的話看起來心情就滿好的 因為它中間給了滿明顯的一個明太子 然後旁邊有幾隻蝦海鮮 然後菜等等的這些東西 嗯 它明太子吃起來就是 有那個海鮮的鮮甜味 然後還滿夠味的 然後它的飯我覺得給的分量算滿多的 但料相較之下就有一點點偏少 可是它的飯很棒的是 它每一個米粒都有很飽滿的吸收到 它那個白醬的味道 所以它整體吃起來是很有味道的一頓飯 一盤零酒飯 這個去那種一道一面餐館 吃都要兩百多塊 對 我覺得比這樣還好吃 因為它的明太子醬 搭配下去我覺得很讚耶 那這道美味度你還給幾分 這道的美味度的話我覺得有到4.2分 好吃喔 CP值的話它雖然也是要價109塊 可是就像剛剛之前前面說的 就是你可能在外面的衣食餐廳吃到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也是要兩三百塊甚至更貴 所以它的CP值我覺得也有10分 下一道 松露烤雞義大利麵 這一口我看了是最沒興趣的啦 幹嘛這樣 對 它的麵條看起來很沒勁 很沒勁 這個的話 麵條是粗麵條 欸 可是它這樣子聞 它雖然只有這一點點松露 不過它的松露味蠻濃的 蛤 松露味不就Apple紙的味道 蛤 沒有沒有 就是你聞看看 雖然你只有B嗎 喔 欸 還不錯聞 就是有一個咕咕的味道 對 有一個明顯咕咕的味道 而且它的雞腿的份量就是給的 我覺得算還OK 嗯 還不錯 我覺得它也是一款有在水準之上的 義大利麵 雖然它是寬麵條 吃起來的口感 義大利麵你可能要多咬幾口 可是它的那個醬 跟那個松露 我覺得跟燉飯一樣 就是我覺得中味很夠 我覺得麵條偏硬 但是一吃下去的白醬 慢慢的會帶出它的中路的咕咕味 嗯 烤雞表現還不錯 因為它是真的有烤的味道 但是麵我不喜歡 太硬 那這一道美味度哪個意思 這一道美味度的話 我覺得也還不錯 因為跟外面的義大利麵餐廳比起來 它其實算還不錯了啦 嗯 所以我會給它4分 嗚嗚嗚嗚 喜歡 CP值的話它要109塊 就有一點點偏貴了 因為它的肉其實就沒有很多 所以CP值的話3點7分 勝到 核桃肉塊卷 登登登登登登登 這邊連核桃 這邊連肉桂卷都要給它 墻下來 對啊都要給它餐一塊 它做得還蠻可愛的啦 對它拿出來的話 就是長現在這個樣子 這樣圓圓的一個 快來吃看看 聞起來是滿香的 喔 是覺得好臭喔 我靠台灣肉桂了 我們有給它微微的加熱一下 用氣炸鍋就再加熱了三分鐘 有比較酥嗎 沒有 外皮沒有比較脆 我覺得還好 它的那個核桃的香氣滿夠的 而且它的肉桂味真的很濃耶 真的喔 嗯 然後它的核桃不是那種特硬的那種 就是可以剛剛好符合它那個麵包的搖桿 增加一個口感 它裡面有包東西嗎 還滿好吃的 沒有 它裡面就是 就是肉桂捲耶 噢噢噢噢 肉桂捲麵不會包東西 噢噢噢噢噢 還是會包肉桂啊 我覺得還不錯 可是它的醬當然就是 沒有到非常非常多啦 我覺得吃到裡面之後 它的醬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多 它這邊的醬就剩下就是 大部分你都看到的是麵包甜 而不是醬 就比較沒有醬感 那這一道美味度 你會給幾分 來一口吧 不一定你會愛上它 因為它 的肉桂是帶有那種抹 抹那個焦糖的一些醬 它整個來說 也是算有點偏甜 不過因為它的醬也沒有給到 真的非常的就是會滴下來的這樣子 所以它也沒有這麼的甜 不行嗎 我不喜歡 是害怕那個肉桂味 所以代表它的肉桂 我覺得喜歡肉粿的啦 我會給他到3.8分 還不錯 CP值的話39塊 這也可以請店員幫你微波一下夾樂 滿足你想吃肉粿卷的口語 也OK 3.8分同分 以上的影片就到這邊 要開箱啦 記得電話 掰掰